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9月30日 这是今天第三场说话点击节目 你看看最近消息 台湾现在很大的动作 台湾现在海巡署 也就是海警吧 巡警 把这个大陆的17个越界捕鱼的船员抓了 这个是很大的事 今天凤凰网有一题 这个做了报道 根据他报道的情况 有这么大陆的渔船越界 就越来就界限了 到这个台湾所属的领域 海域捕鱼 捕鱼的时候 这个台湾的有关部门 这个去阻拦 去劝阻 结果呢 这些大陆的渔船 非常的 情绪非常激烈 用船来冲撞 把这个巡防艇 就台湾巡防艇的玻璃 撞坏了 然后人家就强行灯这个大陆 撞 撞下来 现场有视频 这很有意思啊 因为这个 是疯狂网报道的 完全是人家了 是不能播放的 你即使会编辑也不能播放 现场有画面 而且还有记者采访 所以说你为什么越界 我们没越界 我们都是同胞 都是一家人 这属于我们的领海 说着 你看问题来了 下一步可能要很大的动作 你看 电上游 你看这些人 正在接受记者的采访 也就是台湾那就是很坚定 去态度非常坚决 你再联想一下菲律宾现在 菲律宾也是 菲律宾要起诉 就要把这个宗菲 关于这个人家消 这些有争议的问题 要拿到这个国际法庭上 等等等等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们一些有靠山 主要是美国 可以做主 所以中国现在是 给我感觉的事软 但在台湾这问题 它能不能事软 这就是很大的问题了 因为现在 这个台海局势 非常的威胁 这是今天相当大的消息 当然了 这最主要大背景 是中美的对抗 而且美国代表团 美国的媒体 这一段片有大的新闻 你看今天海外的 大纪元网站披露消息 美国代表团 刺一领南海上空 被中共海军要求掉头 这里介绍了一个情况 是美国国会纵约 有个议员叫金应玉 在周四 28号 也就是昨天前天 在一场听证会上透露的 中共通过激光和水炮的手段 在南海挑起事端 骚扰印太地区国家 说美国国会 必须认真对待 中国在南海的区内行为 并确保我们的盟国 得到所需要的安全保证 他说 盟国就值菲律宾 是不是也包括台湾 是不是这个问题来了 所以现在这个中美对抗 最大对抗 最大的盘子在这里 其他这些小的地方 都是看着两个 这个 两方的势力 此消彼长的野色的形势 金应玉是美国加州 四十区国会纵约 同时担任了纵约外委会 印太销售处席 上个月 他设定两党的这个 国会代表团 访问了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泰国 菲律宾和印尼 以加强美国这些国家的 联盟和伙伴关系 访问期间 代表团们评估了 中国在南海的建设 同时探讨增强 第一岛链的复原力 人权问题 以及监督美国政府 在泰国菲律宾印尼的计划 美国最近介绍 他说 大纪元介绍的 他说菲律宾在听证会上 围绕了机关和水泡 揭露中国在南海的骚扰 这个水泡就是 水泡 口泡变水泡 水泡变口泡 又变了娘泡 这个过程 每个人都看得很清楚 揭露中共在南海的骚扰 主题发言 强调南海对于美国 及其盟国来讲 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 但长期以来 中国一直对南海 非法主权要求 宣传其臭名昭著的 九段线领土要求 说如今甚至台湾周边 增加了一段线 将九段线变成十段线 也今天台湾这个渔民 不就是吗 是吧 这属于他的海域 水域 所以他来捕鱼 台湾不客气 直接给抓了 别抓了十四个 就看下一步 中共怎么反应 说不仅如此 他说在整个南中海 中共非法挖掘了 近三千两百英亩的新土地 其中一些用作军事前校阵地 并设有军用飞机跑道和停泊 军用船只的孤立的研究平台 南海水域作为世界最繁忙的航道自一 估计每年有五点三万亿美元的贸易 流行盖水域 所以这个地方特别重要 黄金水道 你看全年平均五点三万亿 这方面的贸易 从这里走 菲律宾文莱 马来西亚 印尼 越南 中国和台湾 都很对其有领土主张 有些人都属于他们 所以有争议的地方 又不是你中国 所以这边水域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 就不光上面是交通要到 下排个聚宝派 就这个意思 包括什么呢 海产品 底下的鱼 我那边中共烟海的鱼都已经吃光了 孙子辈都吃光了 这里有鱼 另外还有大量的天然气 就在美国两党国会代表团出访的前一周 中国的海景船发射了激光 是菲律宾水兵战事实名 就曾经以前非常强硬 用激光照 或者是水炮 同时使用水炮 阻止菲律宾海岸警卫 船只叫马格雷山卖号 登陆 给这个舰艇补给 这是旧文了 讲过去的事 代表团随美国海军执行的一次飞越南海的一个千言目睹了什么南海的拥堵的状态 我看到的不是开阔的水域 而是东南亚国家的民间捕鱼船队 密密麻麻云起那个都争了和它聚宝盆 非兵海岸警卫队的巡逻队以及送过解放军海军和中共海警的船只都在这个地方对峙 这些是那片海域中目前最大最常见的船只都是在山户礁和小岛之间更多的水域 就看来在这个地方搞不好就要开战 很可能下场战略在这里爆发 不一定在台湾沿海 不一定在朝鲜漫岛 也不在印度边境 竟然在这里 说是这篇文章讲 当代表团飞机飞灵坐滩 马德雷山脉少数附近时 他说中国海军用无限电呼叫我们的飞机 询我们是谁 就他和老美也对打 没有开口 但是也在打嘴炮 就问你们是谁 声称我们正在飞越中国领口 要求我们飞机掉头 这属于中国的 你赶紧给我掉回去 否则哥们儿哄你 是吧 非常狂妄 面对南海问题的步步升级 金融欲在听证会上告诉美国政治民众 就是就问 他告诉在这个国会上 动员自己的民众 而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同盟及其伙伴 有意愿坚决抵持中国的群体 但他们也希望 如果中共在南海的群体升级 美国能作出该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承诺 就美国可能就要亮拳头了 就是要确保我们的军队 支持这些国家的海域意识任务 还希望美国政府架向该地区国家的经济关系 同时警惕 总试图利用其经济影响力 作为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 他在讲这个话的同时 他回避了一个问题 就是中共国人他掉头 掉不掉头 我会是掉头了 他给中共灭了 掉头了 掉头了 要不掉头可能就打起来了 可见在那个地方中美的对峙升级了 最后他指出几个月来 美国一些高级官员与中共官员会面 而中共则继续加强南海军事化 并对美国的盟友和伙伴 采取多多避免的行动 他可能见面就讲这事 你看我们已经掉头了 给你们面子 你们以后不能这样 再这样下次我们就得给你开干 肯定讲这事 那中共这方面就讲了 未未 这个事咱再商量 老大老习和老白娘都商量好了 说下一个要摊保持这个轨道 是吧 咱们互相给个摊 就给个面子下 这肯定都是 大国国益都是这样 不能一方走 四方牵手 那不就打起来了 他说美国想在南海问题上受到重视 就必须站在强势地步 比如中共讨论这个问题 他等于给国会打招 就看看下一步 如果再发生这个事 要不要真正的干起来 是吧 我们再来看另一篇文章 更是厉害 这口大事 就军界的变化 美军最高将领米利卸任了 米利大都指了 想要长得像一头凶势一样 就我观察内心足够温柔 为四十年军旅生涯 画后巨套 这是美国资讯报道 给大家看看谁叫米利 米利和老拜登拿握手 你看人家在川普那个时代 人就是这个脚趋了 所以人家的国防力量不受影响 不会是党派 就是总统的变化 美国国防部星期五 9月29号在福吉尼亚州 亨德森联合基地 举行了美军参谋长联系会主席 陆军上向米利卸任和继任者参加的继任仪式 你看人家的国家 做什么事都会成心 看中国国防部长没有人找不着 谁不敢提 有乱七八糟的 拜登总统在讲话中称赞米利 这是一位爱国者 履行之则是毫不妥协 面对危险是毫不畏缩 为国效力是毫不动摇 但是有人骂他也批评他 说他甚至川普要处决他 你为什么他这个东西和中共国还 李作者打电话 说我们要打你的话 哥们肯定提前告诉你 别听外表吓吵 这挺有意思的 国防部长奥斯丁 称他不仅仅研究历史 并且创造了历史 米利将军在道别中讲 说美国军人不想任何个人 或想成为独裁者的宣誓效 因此国防律是独立的 就你们曾总统川普恶败的 共和党民党民不管怎么斗 和咱没关系咱不管咱是保卫国家 是吧这点厉害 他是参与完了 那不就政变了吗 所以人不是一个军人统治人 说这就是政治制度不一样 对吧 要怎么人家国家稳定 把仗有力量就在这里 说效忠的是什么呢 看必是美国的宪法呀 这就是很大的事啊 这里有篇文章 有小视频呢 说美军参谋长联系会主席 米利将军的四年任期 一次是四年 九月三上完了 星期五 美国国防部啊 就举办了告别仪式 包括什么 明放19相礼 光光光打19个钱 就上来呢 壮严 走的时候也得有罪严 对吧 说给他43年的军女 生涯画上句号 当然43年兵 从此以后 就和我老将也一样 在后院出草 是吧 普通老百姓了 说拜登总统和副总统哈里斯 和第二先生 罕见的出现的这个意识 就是哈里斯的那个 窝囊上 是窝囊先生 因为哈里斯的那个女人 绝对强势啊 这个 一讲起话呢 身上每个记录都在抖动啊 到了副总统以后 多少收敛了一点点 那女的 按照东北话 叫做很张老 很张扬 很张扬 说另外国防部长奥斯汀 和国防部 一众高级官员 国会议员 外国代表 米利将家人 以及她的继承者 技术就是布朗和家人 布朗的演员 飞行员出身啊 这篇文章介绍 奥斯汀在讲话中 特别谈到了米利 在参谋长联系会议 任上取得的成就啊 现在想想我们的军队 在她担任主席期间 所做的一切 我们迎头应对 中共国构成的步调挑战 就是 盖国一代 一代人才 有一次的大流行病 并领导帮助 乌克兰在俄罗斯帝国主义 入区后进行反击 说米利将就有 深厚的历史感 他知道 此深厚代将会对我们 作为严厉的批评 如果我们不捍卫 美国领导建立的战户之需 所以他不经研究历史 还创造了历史 奥斯林家 你看 这评价多高 米利是80年毕业 在普林斯顿大学整理系 你看人的军堂 都是名牌大学出来 我是请客送你上来的 随后通过该校的 陆军军官育兵团加入陆军 另外呢 他拥有哥伦比亚大学 国际关系硕士学位 美国海军战争学业 国家安全战略研究的硕士学位 算出硕士 学类似有文化 不像习近平这里 有个军头 就是张又霞 张又霞没有文化 别跟他打过仗 是不是 他也是麻省理工学 国家安全研究员的 研究项目的毕业生 说拜登总统在讲话中 高度评价美丽 说他是一名战斗步兵 一名跳伞高手 他会跳伞 还会打仗 一名陆军特种兵 一名在战役服役了五年的斗士 他五年的战争经验 说你中国国家打仗 怎么了 你根本没有经验 人家这是干出来的 从巴拿马到海底 再到波罗斯尼亚 还有阿富汗 再到伊拉克 你看 他有满满一箱的奖章 来争论 所以一大箱子奖章 不要送我一顿钱 是吧 汇入上来 你就看这个 你说中国和你打仗 你根本不是个人 说为什么 我说你一打仗 就是中共孙子军 停不了40点 就能去投降 是吧 钱都送在美国 你想能打仗 人是什么 是吧 人职业军人 你看 他说他曾经 有这么一个故事 有一次他跑到一座 布满诱杀地雷的桥 一个桥底的布满的地雷 他竟跑到下面去 拦住两辆 转移伤兵的作战堂 不让他们吃过 他多勇敢 他这位爱国者 履行职责是毫不妥协 面对威胁是毫不必屈 为国效力是毫不动摇 三个词 是吧 这个评价非常高 这篇文章写的很好 说米利在19年10月 被川普任命为参谋长 联系会主席 你看川普任命的拜登也肯定 人家国家你不管怎么斗 他保持这种 就军队人士安排的一贯性 稳定性 拜登总统上任以后 要求他留任这一职务 写着拜登对他协认 我说为什么拜登这个了不起 确实是了不起 这么一样 他说换人他就不行了 跟你讲 他这个人老拜登官场老游着 绝对是 我跟你讲 政治当中厉害 拜登总统 比奥斯丁在讲话中提到 他和米利一天晚上 在伊拉克前往一家医院 探望受伤 士兵是被一枚简易炸弹 炸到的故事为例 你看见没有 来说明米利作为一位军事指护 还是具有的领导能力 这个士兵的爱护 干出来的 事实上在那次派驻伊拉克期间 您经常发现 当时的米利商家 上校 他在上校那时候 在那家医院里 坐在商员旁边 这样他们就不会感到孤单 召集他们的部下进行 进行献血 你看当士兵受伤 他坐在身边 这个厉害 如果医生让他知道 他的血库不明不足 他用手臂拥抱 聚集在一起的部下 在战争中 造成最大伤盲事 照顾他们的身体和精神上的伤害 摟了他的士兵 这就是领导力 这就是爱护 这就是力量 这就是马克米利 你看中国这当官 那打击仗就看了 成鸟受伤 就是成新兵自己的 拜登还提到米利将军 对他的意义 成他们之间的伙伴关系 对他来讲是无价的 作为三军统传 说我依赖马克的建议 因为我知道 他总是对我直言不回应 无论是发生什么 他总是对我说直言相告 就这个米利 就心之可怀 拼拼拜登 拜登不生气 拜登不能让习近平 抓起来 习近平动不动 只要有不同意见 就抓起来 他不是 他利用尽可能最好的信息 并且不会隐瞒任何事情 就拜登下定抓 因为大理他 所以理他 连司法是独立 在他担任主席期间 马克一直坚定地 指导着我们的军队 帮助我们应对我认为 世界长期以来面临的 最复杂的安全环境 他讲 拜登接着介绍说 在强化美国现有的同盟关系 建立像奥克斯这种新战略关系 并使美军和网络太空领域 保持零件地位 结束美国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 继续将恐怖主义从战场上清除 与勇敢的乌克兰人站在一起 是讲现在的恶物战争 确保他们有装备 并在他们需要捍卫自由时 得到他们所需要的知识等方面 米利将军发怀的智慧中 至关重要作用 就在支持乌克兰访 米利也是一个决策成为人物 他就讲说 每个与马克相处过的人 都知道他关于他三件事 也就是他来自于波士顿 喜欢地图 热爱泄法 而这三件事中的每一件都值 像他性命中跟深层子的东西 即他对波士顿的自豪感 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地方值得自豪 也是因为这个地方 缩造了他一生的价值观 知道自己来自于哪里 喜欢地图 是因为他想知道自己在哪里 以及去哪里 热爱宪法是因为宪法 而且始终是他的北极型 他忠诚的人不是哪一个人 什么以川普 什么北的 人终止的是宪法 国家之以法治 不厉害 拜登说呢 米利将军把他的挑战 毕上的几个小学 即我们的人民 作为他关注的核心 小字 因为这几个小字对他美国人来讲 非常重要 意义重大 尤其是对那些为国服务的人 他提醒我们所有的人 是什么让我们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我们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是谁 以及美国在两个多世纪以来 始终始终 始终不断前进 不是忠诚于任何一个人或一个政党 那当时川普就想利用他搞政变 想把这个拜登搞去 拜登那些其他的人不顺从 彭斯不就是不顺从 对不对 他说而是忠诚于美国的理念 这个理念不同于人类历史上的任何其他理念 既我们顺带平等 他说就均人是不介入内政的 你看那个川普 精选那段时间 最后开下台之前 外界都都传说 说是造假了 这个选举啊 拜登造假等等 彭斯不认同 是不是啊 那美国为什么又要处理那些 在国会里搞事的人呢 那应该是一个法治社会吧 对不对 你有意见 有意见他通过选票了 是吧 你不管他是忽悠的还是骗的 反正一选票够了 清点这个受人就上了 就这么简单 是吧 你部队是保持中立的 说在中国的问题上 米利将在今年5月 在一次听众会上表示 中国的行动 正是其走上一条邻国 或美国发生潜在对抗的道理 就米利 别看表面给你 没做什么讲话 心里也有错 但同时的认为 美国中国的战争 既不是不可避免 就尽量避免打仗 也不是迫在眉睫 他告诫美国 避免使中俄 结成战略军事同盟 他为什么现在 反复拜登要拍这些底下的人 跑来跑去到中国 一个接着一个 稳住他 变成导向 他说2021年的9月 米利 华盛顿邮报记者叫 伍德沃德 在新书中披露 他在川普总统任期末年 末期两次密电中国同行 对中国保证 美国不会对中国发动攻击的陷入 就刚才我讲这个 是吧 米利后来对国会作证是解释 他说他强调 通话是在其他政府官员协调进行 就是领导同意 并不得个人行为 其中包括川普政府的关键官员 他说川普总统在任期末期 他得到的情报 显示中国越来越担心 川普总统会对中国发动攻击 他担心这会导致误判 让局势变得紧张 甚至支持中国先发动攻击 因此他致电室任 中共中央军委 米克兰部长的李作成少将 保证美国不会对中国攻击 若有攻击会事先警告对方 米利对参议院局势委员会说 他当时的这种任务就是缓和局势 确保冷静和稳定 也就是说他是授权的 并不是他自己私自作为的行为 他在那解套 他说米利将近在他退役告别 也是一种表示 美国军人是向宪法宣誓 而不是向成立独裁者的宣誓 这点是川普可升线 川普要处决的 我们的世界军队是独以玩的 我们不对一个国家的宣誓 我们不像一个部落宣誓 我们不对一种宗教宣誓 我们也不像国王女王暴君和独裁者宣誓 我们也不会对想成为独裁者宣誓 我们不对某个人宣誓 我们想宣法宣誓 宣誓是美国宣誓 美国宣誓怎么留下来 就华盛顿留下来嘛 对不对 华盛顿别的是英雄 你看后来激励涌退了 是吧 权力让出了 就大家通过选举 留下这么一个传统 他说 我们向美国的理念宣誓 而且我们愿意为他 付出生命来汉为他 每一个士兵水兵飞行员 海军陆远队员 守卫者 海岸警卫队员 我们每个人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 汉为这个文件 不计个人代价 而且我们不会轻易被吓到他受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 你可以看出美国这个国家 为什么和中国国不一样 最后这篇文章介绍 对即将解体他的空间商店布朗 布朗 米利表扬了 说布朗将是加速变革的 最合适的领导人 他是在正确的世界 执行这支伟大的军队 指名了正确的人选 他说布朗知道 如何领导一支全球的战斗力量 他将做好准备备战 毫无疑问 你将迎来 你将迎接民间的挑战 他说布朗 是谁他曾在欧洲非洲中央 及印太四个战斗司令部 才经过多项任务 在指挥太平洋空军期间 有抗衡中国的听众作战的经验 就下一步台海战争的话 主要是空军 你布朗是内航 航家上来的 在台湾问题上 他主张国防部聚焦于台湾 在不对称能力及作战概念上 采购和整合 要给他提供武器 还要帮助训练飞行员 是吧 你看布朗呢 也力主于中国恢复军事结束 尽量不要打仗 还有沟通 他说他包括什么呢 高层访问 政策对话 职能交流 以及强化降低风险 避免与管控危机的程序为重点 他说布朗将是什么呢 既已故陆军上将鲍威尔之后 第二位 就是担任这个事务 最高的非裔美国人 你看今天美国资金这篇文章 非常重要 最后还有一张大照片 给大家看看 李莉坐在下边 是吧 和布朗两个 你看人家的军头 交接权那时候 哪像是用功铺 用不能谁抓起来 抓起来到现在也要不公铺 是吧 你就这个军队怎么会 因美国打仗 所以我为什么说 你是鸡蛋碰舌头呢 就是大了点 你就是鸡蛋碰铁 小筷子 是不是 要打了四十天挺不住 都不如撒旦 好 谢谢 再见